花卷蓬松柔软是经典的家常面食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几种花卷的做法 先来打一个漂亮的果汁来做花卷 我们把胡萝卜放进去 加入清水 然后把盖子盖上 现在我们把胡萝卜汁过滤一下 如果大家要直接饮用 不需要过滤 直接就可以喝了 因为我们要是做花卷 就把它过滤一下 这样和出来的面团更加细腻 这份我准备的是甜菜根 用它来打果汁和面 颜色会非常漂亮 现在我把甜菜根加进去 倒入水 盖上盖子以后 我们打开机器 选择暖果汁 同样我们也把它过滤一下 我先来做一个白面团 这里加入一茶勺酵母 一茶勺泡打粉 两茶勺砂糖 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食材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加入清水 不停的搅拌 现在我的碗里看不到多余的干粉了 那这个面团变成这样的一个面絮状 我们就开始给它着手揉到一起 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揉在一起了 揉好的面团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 盖上盖子 饧发15分钟 彩色面团呢 跟刚才做白面团是一样的 我们加入酵母 泡打粉 还有白糖 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刚才打好的胡萝卜汁 把它放在一个小碗里 盖上盖子 饧15分钟 前菜根的面团也和好了 把它放在碗里 盖上盖子 饧发15分钟 15分钟以后 我们来把面团揉一下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面团表面还是比较粗糙的 然后我们轻轻揉一下 揉几下以后呢 这个面团就开始变得细腻了 因为这个面团在15分钟的时间内 得到了充分的松弛 所以说就比较好揉好操作了 看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放在小碗里 盖上盖子 再饧5分钟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白面团给它一分为二 我们做两种不同颜色的花角 面板上撒上一些干粉 然后呢我们把刚才切开的这个面团轻轻的按开 然后用刮板的帮它整一整形 整成长方形 这样擀开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擀成长方形 那现在我们轻轻的给它擀开 从中间往两边擀 我们一共擀开两块面团 一块是白色面团 一块是胡萝卜面团 把它擀成长度约40公分 宽度约20公分 厚度约3毫米这样的一个长方形面团 现在呢 我们把两个长方形的大片给它螺在一起 整理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片的边缘来修一下边 把不整齐的这一部分都切掉 现在我们把长面片上刷上油 植物油就可以 然后均匀的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 从一头卷 折一下 然后继续卷 把最后的小尾巴压在下面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大概三公分宽度的小剂子 我们把一个小剂子翻过来 中间压一下 然后用手一捏 把筷子抽出来以后翻过来 再从中间压一下 中间右手一捏 把筷子抽出来 两头一捏 就形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卷了 我们把花卷放在蒸盘里 蒸盘底下提前刷上一点点油防粘 现在把花卷放到蒸箱的中层 检查一下水箱的水是不是够 待机状态下我们选择常规功能 确认蒸汽 确认100度 确认一下 时间我们把它选择在15分钟 开始工作 前菜跟这个面团 做法跟胡萝卜面团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切成长方形以后 刷上油撒上面粉 然后需要对折 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继续刷上油 再撒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对折 同样切成3厘米的小段 这个花卷的造型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剂子 从中间捏下去 转两圈 然后给它对折 两边捏一下 两款可爱又有趣的花卷已经做好了 而且非常蓬松 你轻轻的捏一下 然后它会在你的手掌里面慢慢慢慢的打开 非常蓬松柔软 这个花卷做法非常简单 快带着它到你的厨房试试吧